洛杉矶中国城华部服务中心三日联合亚太职业培训机构代表洛杉矶农夫约翰肉食批发商举办招聘会 招聘公司主管、维修人员、生产线和仓库工人约400人 由于没有学历、年龄、性别、英语和专业的限制 所以吸引了数百名华人前去应聘 职位要求应聘者有合法身份、公民、绿卡或公卡都可以 公司提供全套的福利包括健保、401K、人寿保险等 华部服务中心项目主任司徒庭表示 华部服务中心在过去的一年里为洛杉矶华人举办了许多公益活动 其中包括每年1到4月的免费报税服务 主要面向低收入民众 希望能和大家一样过上一个幸福快乐的圣诞和新年 乔报记者高瑞12月3日洛杉矶报道